您要进入边境管理区 注意一言一行 严禁靠近移动翻语 破坏铁丝 哇 你们看天上语音好看嘛 来来来 对 你看 能拍岩石 在霍尔果斯我们修整几天后 我们就前往口岸准备出镜 对了 感谢大家在上期里 给我们的太多太多的祝福 我们都收到了 虽然现在是背光 但是我们也要到达国门门口了 我们三个人准备在这合张影 就要开始出关了 我们要去哈萨克斯坦了 哈萨克斯坦了 出发 相比前几次自驾出国环球旅行 不知道这次出入进中华口岸 是否会特别麻烦 当然我们车后面还背着电动车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否能带出国 看见没有 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那个出进口 从中国大门出口 大巴车是走右边 然后我们小车走这里 等一下我们现在要分道扬镳了 乘客要走那个通道过去 司机和车走这边 祝你好运了 祝我好运了 一会见了 但估计一会就不让拍了 一会就不让拍了 我们过去之后再和大家慢慢聊 他去客气躺了 出发 出发 走 你也要进入边境管理区 注意一言一行 严禁靠近移动翻越 破坏铁丝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安检的地方 然后车辆正在接受检查 从那个小屋里面检查出来 我们就可以进入哈萨克斯坦了 感觉他终于检查完了 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了 现在我身后 就是哈萨克斯坦的那个国门 现在我们已经正儿八经的入境 哈萨克斯坦了 开启我们从中国去冰岛的第一个国家 停一下 从这开始 我们就和大多数自驾哈国的朋友们不太一样了 大家会走左边 这条路是通往阿拉姆图的公路 而我们走了右边的路 去了扎尔肯特 也就是要接下来穿越沙漠的路线 我们走北线路过一个村庄 在村庄的公路两房有卖习惯 我猜这附近肯定是种习惯 所以才有这么多卖习 所以语图更长 我们不着急 先从旁边买个当地西瓜尝一尝 现在中国时间已经9点22了 很遗憾 本来刚才我们想过完口岸 来到哈萨克斯坦这边 一家人先拍张照片留个年 结果樱桃妹妹实在坚持不住了 所以现在去找吧 这是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后 见到的第一组红绿灯 纪念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刚进入哈萨克斯坦 走北线到达的第一个小城市 这个马路往左轨 就是它的城市的主干道了 CBD有卖披萨有大超市 然后有餐饮住宿什么的 但那条路人太多 碰见个酒鬼一个老头 站在门口 叨了一堆话也听不懂 所以我们觉得那里不是很安静 也觉得那里比较乱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富岛 这个富岛旁边呢 就是他们的一个村庄 以前有经验嘛 在这种所谓的穆斯林国家 听到比较神圣的地方 信仰的地方 是一般不会碰见那乱七八糟的人 因为他们不会对自己的信仰乱闹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 我们今天从中国自驾出境 然后再自驾入境哈萨克斯坦的一个 大概的体验 因为关于我从中国出发 自驾穿越欧亚大陆 这是第五次了嘛 相比较我们从满洲里 还有洪七拉福 这几个口岸来说 哈萨克斯坦这个口岸 还是比较快速的 或者是方便的 网上签证有人说走哈萨克斯坦比较慢 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有走过 其他的那几个口岸 然后第二点就是可能我走的现在这个时间点 没有这么多出国自驾的人了 或者说 这个口岸那边的陆路通过的汽车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办理的比较快些 然后中华两边的海关态度都不错 然后看我们带小朋友也给予了一些方便吧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 当今天入境哈国这边的时候 他们对于这个影像方面的敏感程度是非常高的 就比如说我车上有没有带摄像机啊 带摄像机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口岸地区拍摄一些东西等等 他都会问 甚至是说他都会把我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拿下来 然后放到他们的那个电脑上或者是手机上一遍又一遍的去查看 其他方面的话都和其他口岸是一样的 都会把这个车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都查一遍 反正大家双方都有一些耐心就足够了 对了让我最意想不到的是 这是我们后面带的这个电瓶车 我一开始和白白我们俩都有一个打算 就是如果说出境不能带这个电动车 我们就把电动车放在那个口岸找朋友 想办法把它运回我们的家就可以了 但是没想到电动车是可以带的 因为它不属于机动车 所以它就不用办理ATA单证 而且它又不是新的电动车 所以它就是我们的一个个人随身物品 很简单也没问任何的东西 就这么带过来 哈国这边的口岸的人还问我这个电动车 问我多少钱卖的 我们这边有没有卖的 因为可能他们这边这个国家 没有这种电动车卖吧 然后觉得特别好 OK那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晚上修整一下 明天再从这边溜达溜达 我们下一站将要去一个 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也是在哈萨克斯坦 叫做皮尔姆埃尔金国家沙漠公园 我们到时候会开着身后这台车 还有我们一家三口 会穿越那个沙漠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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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